这是我在广州吃到性价比最高的牛肉放提自助了 不仅有现切的自助牛肉 还有烧烤甜品 冰淇淋 今天就是光吃肉都能吃回本的地步 你们敢相信这个烧烤的出品 是在一个牛肉自助火锅里面有的吗 哈喽 我酸酸 最近入秋了 这时候该囤点肉来过冬了 今天咱们去吃一个108块钱的 现切自助牛肉火锅 看看味道如何 走吧 这里还有一些小甜品 牛肉炖汤 感觉还不错 咱们拿一点小炒 咱们再拿一个冷吃牛肉 虽然这里还有冷家串串 它都是配合这样子一桶的 它的肉都是放在冰柜里面自己拿的 太少人你们先忍一忍 这是牛肉丸 这是毛骨 牛肠 还有一些火锅丸子之类的 这边是素菜吃 然后他们家还有这种烧烤柜 可以拿烧烤 咱们拿需要小鸽炒 哇 太炸热了 这是自助人喝的饮料吗 这些都是免费的 这边居然还有冰淇淋 还有水果呢 这是他们的调料区 调善特色的铺泥豆酱 牛肉脂肚 必备的肯定是沙茶酱 主打的就是一个混合 再来点芝麻酱 炸蒜丝味 这个自助餐中午是108 晚上是128 它不包含锅底和调料费的 对了 大家不是都很好奇 我每天做一些探店测评 吃的都是一些重口味的东西 为什么上进皮肤都能保持不错的状态吗 像我平时在日常护肤的这一款 就很爱用柏莱雅的这个原力精华 这一款维稳效果真的是挺好的 感觉用了它之后 就不那么容易长痘了 有时候白天去拍一些扫街视频的时候 难免会有暴晒一天的情况 回来我就会用它后敷在皮肤上 质地是那种很清爽的 它退红也非常快 我感觉这个精华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它都能给你的皮肤做一个很好的兜底保护 这次我还给大家争取到了试用福利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一点评论区哦 它每一桌会先上一份这样子的金牛 就每桌只有一份 看一下这上面是有不同部位的牛肉 咱们先来吃它每份限量的焖牛腩 做的是那种偏辣的口感 炖的都好软烂了 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很入味了 牛筋是那种正正好的 要不是它限量一份 我都想一直吃它了 这个是冷吃牛肉 这牛肉上面裹满了辣椒和芝麻 这就是甜口的好好吃 它的味道就像外面卖的那种麻辣牛肉干的味道 难以自信 自助里面居然可以喝到元气森林 然后咱们再来尝一下这个汤 这碗汤里面还有虫草花 还有一整颗的蜜枣 这应该是肥 它这个汤没有加一点味精 就是那种料材原本的那种味道 再来尝尝它这个里面的冷锅串串 吃那种麻椒味 我真的太爱吃这种带筋的部分了 打了一份蘸料 加了很多的蒜头酥 还有芹菜 还有吃潮汕不必备的沙茶酱 还加了一点点芝麻酱 这蒜头酥干吃都爽 吃潮汕火锅嘛 咱们就吃清汤的 咱们现在把这个精油里面有的东西都放下去 牛肉不用烫太久 烫到这种程度就是刚好的了 这肉放下去一烫我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让它在我的料里面均匀地拌一拌 如果说重庆火锅就是一种非常热烈的感觉 那么潮汕火锅就是给你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 刚刚烫好的牛靶叶和牛肚 咱们再把肥牛和这个胸口油放下去烫 肥牛肥牛的口感相较于其他的肉会更嫩 这是胸口油的部分 胸口油其实就是那种听起来很腻 其实它一点也不油腻 嚼起来是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咀嚼月酒嘴里面就会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金牛里面唯一的大虾 脱了咳了 这香人说来它屎之前还是活的 咱们再来尝一下它们的现烤串串 你们敢相信这个烧烤的出品是在一个牛肉自助火锅里面有的吗 这个是大葱烤牛肉 这大葱好多汁 烤过的大葱汁水特别足 菠萝烤牛肉 菠萝烤牛肉 这个绝对不会出错的一个组合 菠萝好精心啊 我还很套气这个葡萄烤牛肉 葡萄烤熟了之后原来是这个口感 就像葡萄果汁 感觉非常黑暗的火龙火烤牛肉 火龙果的这个有点黑暗 西湖味道 烧烤里面素菜真的很好吃 烤牛肚 他们家的烧烤真的比外面很多烧烤地都要好吃 被火龙果染色了的掌中饱 完全没有那种鸡腥味 很新鲜的食材 好香菇 好玉米 每个玉米布布里面都藏满了烧烤料 烤韭菜 每一根韭菜都有自己的明天 它这是一盘毛肚的量 然后我拿了三盘 三盘并一盘 这样看的是不是正常多了 毛肚当面条缩 牛板筋 我感觉刚刚是牛板筋的时候进行了一场超级漫长的咀嚼肌运动 有点踩雷了 超级难嚼 我把整个虾滑都往里面扔了 这样吃起来比较爽 很Q弹 含虾肉很高的虾滑 不敢做 但是一个超大的虾饼 把咱们的这一排肉都倒进去 牛肉真的非常快熟 所以一定要在要吃的时候再去烫它 基本上烫个十几秒就熟了 然后就可以再烫下一个 看我眼前的这一盘肉山 说实话我已经忘记了它是哪个部分的牛肉了 这应该是掉龙肉 是很嫩的 我觉得爱吃肉的真的可以来这里试一下 又来一波 好像在无限循环 吃了又好像没吃 今天妥妥是蛋白质大餐 吃出了节奏 它这个自助倒计时20分钟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去拿 你要在这个时间内把接下来要吃的拿完 然后就可以坐在这里慢慢吃了 到了自助的点是不可以再拿的 应该是不能浪费的 浪费是要收费的 这已经是最后一波了 最后再把这个牛肚和肥牛烫一下 没想到它每一盘看着量不大 但其实两盘就有一碗这个量了 这家店真的很适合健身之后过来吃 因为它真的很肚蛋白质 最后一碗了 牛肚和肥牛 牛肉丸 就是那种手打牛肉丸的口感 超级有弹性 是牛肉含量非常高的牛肉丸 还加了芹菜粒 差点已经漏了 角落里还有一盘牛舌 牛舌 剩切的 还烫了点他们的牛肉馄饨 里面是纯牛肉馅的 很鲜很鲜 还有大量的胡椒味 我把锅里面剩下的菜都捞出来了 还烫了一点果条在这里 吃潮汕火锅 最后肯定是要吃点果条的 把我碗里剩下的这些料都倒进来 让它和我剩下的调料均匀的搅拌一下 用果条结束的潮汕火锅 它是完美的 比较有点咸就不吃了 还是拿了两个他们的小蛋糕 虽然很明显知道它是植物奶油的蛋糕 但是就是很想吃 好看但是很难吃 蛋糕体好干哦 最后给自己弄了一个四拼口味的冰淇淋 其实是把他们那里所有的口味都拿了 先吃这个颜色非常缤纷的 这个冰淇淋它上面写的是真子口味的 它不是那种香精冰淇淋 这个绿色的是绿茶味的 绿茶味的蔬食很清新 粉色这个是白桃的 黄色这个最好吃 黄色的是香草的 还有一份解腻的酸奶捞 它有三种水果 西瓜里子 还有乌梅夹番茄 我还在这里面加了点苦乌脆 川茄夹乌梅 栗子 总结一下我觉得能吃肉 爱吃肉的小伙伴真的可以过来 它这里的菜品整体吃下来 我觉得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种类丰富 食材新鲜 店内的整体环境也非常的干净 住餐体验非常好 真的不是广告 是我自己发现的这家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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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